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的学习 今天我们就将进入我们第十二课的学习 在进入我们第十二课的学习之前 有一些十一课的内容需要给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十一课 我们这个RTC实验的时候 我们这个RTC的供电电路 我们也给大家讲到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它的这个供电电路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这个开板的原理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么这个地方 这个图呢就是我们这个RTC的一个供电的一个电路部分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RTC在我们这个开板没有供电的情况下 或者开关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进行一个计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靠着这个扭扣电池啊 这是个扭扣电池进行供电的 然而在我们这个开发板有电的情况下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VCC3.3M这个电池 给我们这个Waybutton进行供电 这个Waybutton呢就是我们这个RTC的一个供电电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呢 这有两个二极管啊 这个二极管呢 让大家记住一点就行了 这就是这个正向导通 反向是截止的啊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我们在有这个VCC3.3V的时候呢 相当于这个正向是导通的 所以说呢就靠这个VCC3.3V再给这个Vbutton供电 如果这个时候VCC3.3V 这个时候没有电了啊 就是我们开发板掉电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靠我们这个Vbutton 给我们这个靠我们这个button 这个扭扣电池给我们这个Vbutton供电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开发板上 它这个扭扣电池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看实际上在开发板上呢 扭扣电池就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我们这个给RTC供电的这个扭扣电池 好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这个第12课的内容 在我们的第12课中呢 就想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开发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内容 也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物联网的这整个一套系统中呢 这个数据的存储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PC端 服务器端 以及我们这个终端 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的这个终端啊 它都牵扯到了许多许多数据的一个存储 好 这里面呢我们主要就讲解我们在我们这个 这个嵌入式设备中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然后呢 重点呢 就想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这个SPI接口 以及我们这个Flash这个存储器 讲解一个Flash存储器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12课的一个内容 在12课呢 分成了三个小节 我们第一个小节呢 就是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的这个存储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也是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必识会的第十个小课 然后接着呢 就是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啊 主要就是这个SPI接口和我们这个Flash的这个存储器 它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理论基础 然后呢 就是对我们这个整个实验的一个代码的分析运行及演示 好 首先 我们开始我们第一个小节的讲解 也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必识会的第十个小课 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的数据仓库 我们这个数据仓库呢 实际上就是存储器啊 存储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好 首先我们开始我们这个小节的第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存储器的功能 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存储器 好 在我们这个嵌入式系统中呢 我们这个存储器主要有哪些功能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存储器我们顾名思义啊 我们存储器它主要功能呢就是用来进行数据存储的 那么 大家如果学过计算机原理的话 他的这个课程的同学呢应该知道 我们这个存储器呢 主要分成了两个大内在我们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啊 一种呢 叫做RAM 还有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RAM 这两种存储器呢 有非常明显的特点以及区别啊 首先这个RAM 这个RAM呢 它的这个读写速度啊是非常快的 我们就说这个读和写这个速度呢是非常快的 但是呢 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数据呢是一丝的 它的数据是一丝性的 何谓一丝性呢就是在我们这个RAM掉电以后 保存在RAM里面的数据呢就会全部丢失 然后这个RAM呢 它的读写速度呢 就比这个RAM要慢一些啊 读写速度慢一些 但是呢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比RAM要好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这个RAM的数据呢 在我们掉电以后呢 仍然能够保存 能够长期的一个进行一个数据的保存 数据能够长期保存 所以说呢 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这个存储器呢 它这个应用呢 实际上就是还是有一些 比较不同的一些区别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签书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个RAM 我们通过这个RAM 我们可以进行在RAM里面进行一个程序的一个运行 这样子呢 可以保证我们整个程序的运行速度呢 是比较快的 而我们通过这个RAM呢 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些存储 比如说我们在掉电以后仍然想保存的一些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AM进行存储 好 因此呢 在我们的这个签书系统中呢 我们存储器的功能呢 主要是用来存储数据 存储数据的 但是通过这个根据这个分类的不同呢 它们这个功能呢 有比较大的区别 这个RAM呢 主要是用来存储在我们这个系统运行的时候的一些程序啊 它的一些 以及它的一些临时的一些数据 而我们这个RAM呢 是用来存储我们需要长期保存的一些数据 好 下面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 签书系统中的常见的一些存储器 好 我们比较常见的呢 先说到RAM吧 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SRAM SRAM 还有SDRAM 好 这两种RAM呢 都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呢 如果是RAM呢 我们实际上我们 说我们就见到最多的这个RAM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SD卡 SD卡 SD卡呢 实际上它内部呢 它内部是Flash 而且是LandFlash 它的内部是LandFlash 这个LandFlash呢 就是一种我们叫做闪存 我们叫做闪存 它呢 像LandFlash呢 它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数据量呢 就会可以做得非常的大 而且呢价格呢 相对这个NoFlash呢 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好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NoFlash NoFlash的读写速度呢 相对于LandFlash呢 要快一些 但是它的成本更高 它的成本更高 而且呢 它的数据的这个存储量呢 是做不到 单片是做不到LandFlash那么大的 还有呢 叫做一方P-ROM 一方P-ROM 这种一方P-ROM呢 它这个特点呢 就是也是存储的这个数据量比较小 但是呢 读写速度呢 比较快 而且编程接口相对比较简单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嵌输系统中常见的一些存储器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MCU里面呢 它就自带了 在我们这个MCU里面 就自带了RAM和ROM 而我们 在没有进行外扩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程序呢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MCU内部的这个 好 我们这个是MCU 它的一个内部 我们程序本身是存储在我们MCU的内部ROM里面 然后在我们没有外扩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程序运行呢 实际上也是运行在它的内部的ROM里面 内部的ROM里面 好 这一点呢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啊 好 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主要功能 以及我们常见的存储器呢 先给大家讲到这儿 下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内部组成 以及工作原理 好 实际上我们这个存储器呢 它的内部呢 主要有两个大的部分组成 好 首先呢 就是它的这个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 我们把它叫做 好 存储单元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它的一些微电路 各很区区多的一些小的存储单元 构成了一些大的存储单元 然后呢 再加一个控制器 好 再加一个控制器 这个控制器呢 实际上就是 我们存储单元 和我们这个MCO之间 进行一个通信的接口 好 我们这个MCO 要把这个数据写到我们这个存储单元面去 或者要从存储单元面读数呢 就要通过这个控制器来进行 好 然后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内部组成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存储器的啊 这个工作原理呢 还是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存储器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 操作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读 主要有两个操作啊 读和写 主要就是这两个操作 读和写这两个操作 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两个操作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MCO或者是CPU 我们通过MCO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MCO呢 和这个存储单元是怎样 通信的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控制器 刚才提示给大家讲了 通过这个控制器 来操作我们这些内部的一些存储单元 可以读出我们这个存储单元的数据 也可以呢对我们这个存储单元 进行一个数据的写入 那么我们这个MCO和我们这个控制器之间的这个 接口是什么样子呢 好这个就在我们这个下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存储器的一个编程接口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存储器呢 这个编程接口呢也是分成了两个大类 比较简单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叫做 串行接口啊 我们把它叫做串行接口 然后比较复杂一点的呢 我们把它叫做 并行接口 当然这个并行接口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这个串行接口的速度要快 好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啊 那我们我们常见的一些串行接口都有哪个接口呢 实际上呢在我们这个最常见的这个串行接口呢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SPI接口 SPI接口 然后呢我们有的存储器呢还会通过这个iPhone C接口来进行一个操作 好这个SPI接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实验要讲的 我们的这个SPI接口的这个Flash 啊我们的SPI接口的Flash 然后这个iPhone C接口呢 我们常见的就是有一些一方P-ROM 好在我们这个开发板上呢实际上这个SPI接口的Flash 我们这个iPhone C接口的一方P-ROM呢实际上我们都是有的 所以说呢同学们如果 比较感兴趣呢可以下来自己把这个实验做一下 我们这里面呢主要会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SPI接口的Flash的这个实验 然后这个对这个iPhone C接口的一方P-ROM的实验呢 希望同学们下来呢可以自己把这个实验呢去做一下 通用这个iPhone C接口呢实验对这个一方P-ROM的一些读写 好 那么我们常见的并行接口有哪些呢 实际上我们最常见的这些并行接口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总线 好我们这个数据总线 还有地址总线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的配合呢 就可以实现对我们一些存储器 比如说这个一些比较容量比较大的这个ROM啊 容量比较大的ROM还有一些容量比较大的Flash 不管是Land还是No它都会提供这样的一个并行的一个总线 它包含了数据总线以及我们的这个地址总线 大家注意啊我们通常讲的是我们这个Flash 我们会讲这个Flash有多少位比如说一个8位的Flash 或者是一个16位的Flash 并且通过我们这个 电路上面的一个拼接 我们可以把两个8位的Flash 拼接成一个16位的一个Flash 这个呢这个位数呢实际上是指的我们这个数据总线位啊 它这个位指的是我们的数据总线的这个位数 好 这个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数据总线以及地址总线啊 提供给我们这个并行接口 就可以实现对这个Flash 或者这个ROM的一个操作 再配合它的一些时钟信号 还有一种并行接口呢 就是我们这个 SD卡的这个接口 这个SD卡的接口 它呢 有4位的 它有4位的一个数据总线 还有8位的数据总线 当然我们这个4位的数据总线呢 肯定是比这个8位的数据总线这个速度要慢一些 并且呢 它也可以支持只使用1位数据总线 所以这个SD卡的这个接口呢 比较特殊 它支持了1位4位和8位的这个数据总线 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归到这个并行接口这一类啊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开板上啊 实际上也是带了SD卡接口的 那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开板上这个SD卡接口的一个原理图啊 大家看 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电路啊 这个SD卡卡座 它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卡座 然后这些信号呢实际上是直接从这个MCO上引出来的 因为我们这个 ST3RF407呢它是支持我们这个SD卡接口的 大家看啊 它是有4位的一个数据线啊 从Date0到Date1Date2Date3 然后呢有一个指令信号线以及我们这个时钟线 通过这这几个信号线的一个配合呢 就可以使用我们对这个SD卡的一个读写 好 下面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编程接口呢也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集的最后一个内容呢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存储器啊 也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存 电路板上的这个存储器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原理图 好这个呢就是这个SD卡的这个一个接口啊 这个原理图上面给大家展示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外扩的一个SRAM 大家看我们这个外扩的这个SRAM呢 它这个总线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并行的一个总线啊大家看 它是有一个16位的一个数据总线啊 以及我们一个10 可以叫18 从A0一直到A18 这个呢应该就是一个19位的一个地质总线啊 从A0到A18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并口 并行接口 好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总线以及地质总线 还有它的一些时钟信号 以及读写的一些使能信号呢 可以控制我们对这个SRAM的一个访问 好然后我们接着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一个LandFlash 这个LandFlash呢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SPI接口的一个LandFlash 这个SPI接口呢在下个小节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好 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外扩的一方P-ROM 这个一方P-ROM 大家看它的一个接口呢 就是一个i方C接口 i方C接口很简单 它只有两根信号线 一个就是时钟线 一个就是这个数据线 并且这个数据线呢可以用于输入也可以用于输出 它可以作为一个输出也可以作为一个输入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下面呢我们就到我们这个开板上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芯片啊 都长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们这个开板的一个照片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这个呢 这个芯片大家看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外扩的这个SRAM 因为它是一个并行接口的 并且是这个TSOP的封装 因此呢我们看这个管角数啊 是非常多的 有这么多个管角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U11呢 就是我们这个Flash W25Q128的这个Flash 这个片子呢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并行接口的 所以呢引腿很少啊 就是一边四个啊 主动八个引腿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U14啊 也是我们这个一方P-ROM 它呢除了这个电源和这个D的信号之外呢 就是它的这个iPhoneC接口的信号 所以它整个管角数呢 也不是很多 啊然后我们这个SD卡呢 我们这个SD卡的卡座呢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 开发板的这个背面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 同学们可以下来拿到这个开板的实物呢 自己来看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小节的这个内容呢 也就是我们这个Chinux开发必知识 我们这个物电网终端数据存储器的这个理论基础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下来呢 有需要更进一步了解我们这些具体的这个存储器的一些特性呢 我们就可以到我们这个摆途上进行一个搜索啊 或者是跟老师进行一个询问 其实都可以 好 好我们这个这个小节内容先到这儿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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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